郭秀蘭議員 多謝主席 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與民為敵 特區政府不可以 中央政府都不可以 但是雖然我們經過了18區的偽行 有79萬個市民出來參加公民投票 民間的公投 超過50萬人去遊行 但是政府怎麼回應這些民意呢? 政府就在7月2日的清晨 拘捕了511日 這個就是特區政府的回憶 在這裡我要很嚴正告訴政府 你不能夠靠打壓 去達成政改的共識 這個是一定不可以的 我們不怕公民抗命 但是我們亦都願意談 其實泛民政黨已經不是鐵板一塊 所以我們推三鬼方案 三鬼已經是一個妥協 裏面是接受了提名委員會的存在 但是我們亦都不想 這個提名委員會進行篩選 因為一旦有篩選 其實就是陰點候選人 陰點三個候選人和陰點特首 分別真的不大 就算有一人一票 都不能夠有真正的選擇 所以我在這裡問司長 我們民主派已經走了一步 妥協了給一個三鬼方案出來 現在輪到政府 你反過來可不可以走一步呢? 你可不可以在提名委員會裡 包含了公民提名的元素 由他們直接實質去體現公民提名 推薦的候選人 讓他們拿夠提名 就成為當然的候選人 亦都體現了提名委員會 向香港市民問責 他們都要問責 他們不是特權來的嘛 那這裡 特區政府可不可以 和中央政府爭取 走這一步 都有一個妥協呢? 民主派政黨很願意 和特區政府繼續談 我們稍後會約司長 但是有一些民間團體 都要司長和他們對話 學聯的同學現在就在大樓那裡 司長一會兒 會不會和他們見面對話? 請你回答 政務司司長 首先很感謝何秀蘭議員 展示了那種繼續 大家有商有量的態度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專責小組 和我們相關的同事 都很願意 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和大家溝通 有關學聯的邀請 他們是在剛剛沒多久之前 應該發了一個電郵給我的辦事處 我亦都應該通知了他們 因為今天在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之後 我們三位就要聯同行政長官 出席一個傳媒的記者招待會 來回答傳媒的提問 所以並不可以應他們的要求 馬上在這個議會裏 找個地方和他們會面 往後如果他們有會面的要求 我亦都希望能夠盡早提出 因為要安排時間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究竟我們會怎樣去做這些具體方案 可以遊合多少社會上發表的聲音和訴求 這就是我們下一階段的具體工作 何議員可以放心 我們在每一次有的機會 每一個的渠道 我們都會如實去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 給中央來知道 但是最終大家亦都要明白 這次政改要取得成功 必須要符合到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我們才能夠落實到普選行政長官 但是也都請司長記得 這個政改方案也都必須得到香港人的同意 和議會裏面超過三分二的支持 但是如果 林大輝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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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